大家好,我們是智障情侶 我是Cherry來聲令 我是Cao,大家好 新一年,我們有一個重大的宣佈 就是我們決定分開 就是我們決定分開 我們決定分開 喂! 接受到的! 什麼? 接受到的? 就是我們決定分開 家裏還有工作的地方 就是這樣的,我們就有一個新的Studio 我們之後會在這裡工作和拍片 因為我們重新放在YouTube之後 其實就剛巧搬家 剛剛好,所有東西都掉了 就變成在家裏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拍攝的地方 工作也是在家裏 這一兩年就發現這樣長久下來 效率是低一點的 好像有點錯亂了 你知道要什麼時候休息嗎? 是的,有時候房子太亂了 又會很想收拾了才做事 但是收拾完又已經沒力做事 工作上可能我們又有些道具 又有些客人的產品 又有些我們可能要自己拍的東西 就變成堆了在家裏 又有很多很多東西 這個決定都真的想了很久 因為真的很想分開 很想分開 你說得好像我們分開 我真的很想分開 我們很想分開 我覺得新一年又剛巧新開始 試一下可不可以活動 我都選了很久才選到這個位置 我們剛剛輕裝修了 我們就請師傅游了牆 換了一些燈 我們已經訂了一些櫃、傢俬 我們要自己組裝 我都未挑戰 我都未試過 我們家的櫃不用組裝 整件來 師傅幫我們組裝完 而且要自己裝窗戶櫃 不過上次改造我 家裏的時候 有一點經驗 桌子也組了一顆 我也有幫忙 大家看看 他幫忙就是叫阿Dee 騎上我的背部 幫我鑽了一顆螺絲 阿Dee 首先我們第一個工程就是要 大清潔 這個也是我最不喜歡搬屋的原因 又要撿過所有東西 那時候我特地請了姐姐去我們家清潔 你媽媽就是你來清潔姐姐清潔 幫幫忙而已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開始了 有沒有看到我們很長氣呢 因為我不想開始 好累啊 開始 這件事 聽問你在這裡做什麼呢 掃地 為什麼你可以坐在這裡掃地 地拖很短 我好像在搶船 我覺得 好累啊 我掃了 嗯? 收拾吧 你也想我說這句 他經常都是這樣的 他經常在我做一半的事情 然後我獻得很辛苦 然後他會說 為什麼不叫我 然後他會說 如果我自己做了 你做 你做 這件事 很多灰 明白了 裝工的人 嘩 痕很飛揚 恐襯 滾滾 還有我發現有一個很愚蠢的東西 就是 你看我永遠都掃不完這些東西 在我盆上 為什麼 你看我現在都掃起了 然後我一掃下去 然後 然後你看到 這裡有條痕在這裡 很累啊 所以我要 重複狗重複 我們平時在家 我們一個月才買一次地 然後平時是吸塵機吸塵 我覺得我以前小時候 家裡沒有吸塵機 就太弱智了 我以前小時候有吸塵機 但吸塵機是那些 連著小老婆那些 小爺 小爺 我們跳了外賣 我們跳了外賣 好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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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完 我們現在準備用清水先拖一轉地 有水的嗎 有啊 OK 很艱甜的 你要先扭一下 嘩 嘩 這水很髒 嘩 很灰 嘩 我小時候都很 嘩 你們再響其成 我這麼努力 扭乾了地 嘩 現在扮一次都沒有用的 我已經扭乾了 你算好了 你知道我小時候拖地 我用手扭的 不是 跟著大手錘 一年有個年 共興歡樂上場 嘩 掃 掃 錯了 快啊 我要很快到騎得 出點啦 一 二 一 其實已經買了 大神的三盒一 洗地吸塵機 其實是不用我們這麼辛苦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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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這個拖地儀式 是騙你的 什麼意思 我買了洗地吸塵機 完全不用用傳統方法拖地 嘩 嘩 嘩 我就是拖完了 你拖來拖去是不是左邊和右邊 其實這間屋都是不簡單 不是啊 你知道我多用心那麼拖 不斷擦掉那些骯髒東西 我們現在開聲 喂呀 整個牆 有什麼沒有 沒有 鏡頭攻擊 其實我們家裡已經有一步了 不過那時候還沒有抹地的版本 而我們這麼討厭抹地 我真的超渴望擁有 登登 嘩 嘩 這個顏色很漂亮 給我玩 會嗎 看說明書吧 這個是吸塵頭 你這個顏色的重點啊 還有嗎 這個是不用彎腰的轉接插 可以給你調角度 好像在玩的那個聖誕月 每一個盒都有一個 這個是我平時常常用的頭 掃的櫃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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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甜筒一樣 對 嘩 化妝素 哈哈 哈哈 這是我的新冠隊 開箱全班 這個洗地吸塵機是有三合一功能的 可以洗地、吸塵、除沉滿 這個厲害 這個綠色光吸頭 很容易就看到灰塵在哪裡 而且它是全機密封HEPA過濾系統 所以是不會做到二次的污染 完全不用用 你好像 可以拖著我走 好像我平時一樣 好像阿Dee 哈哈 阿Dee拖著我走 那我不是拖著你走嗎 是啊 好麵 在結完分 不夠三個月就變成這樣 我們是很喜歡燈吸塵 因為會看得清楚很多 超棒 這個就是防潛結螺旋吸頭 它的頭髮就不會經常黏在吸頭上 要經常清 而且可以吸到一些黏在床 梳化和Crosion上面的頭髮 又或者阿Dee的毛 這個Summery洗地滾筒吸頭 可以清洗眼地板 是看新科技 一些濕碎液體的污漬都可以清除 而且它是用了特殊分離板設計 那些髒東西就不會再跌到地板 而且可以回收在獨立的污水箱裡面 那就真是乾淨了 不會像剛才Caro那樣 拖完地就用一些髒的水 又繼續拖地 新功能試用 可以拿回家用嗎 那我就會拖地 我會 因為我頭髮都很容易拆出來洗 我們入住了一年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洗超過20次地 應該沒有 我們吸塵就經常吸 但通常吸塵完層 覺得地板沒有一粒粒的東西 我們就不抹地 要等到它黏一粒才抹地 是啊 我剛才辛苦了 可不可以讓你試試一下 嘩 好像戴阿Dee撒布 是啊 當然了 以後交給你了 又下了你的陷阱 呀 請問你什麼一回事呢 要 你可以解釋一下 這字法的經過是怎樣 我覺得你應該吸濕一點 蓋子 起碼剛才掉出來的 我蓋子不會反出來 我覺得要吸的不是有蓋子 要吸的就是地板 還可以 出色的 好了這位師兄 今天吸到它 你說可以的 Dyson說可以的 我開了 好緊張 好緊張 嘩 它會吃東西的 對 嘩 嘩 嘩 真的很多 對嗎 我都說可以的 好神奇 這樣可以嗎 超好玩的 你平時在家裡瘋狂倒寫東西 我終於找到救星 好痛 抹完地 還洗完 剛才吸透了 否則你不用這樣說 而且原來那些髒東西 不會吸到那條喉 還有它有個好處就是 以前拖地 拖著那些髒東西 怎麼拖都會很臭 而且快很多 剛才我們玩它的時候 拖地和掃地拖了很久 然後我們剛才整個屋 巡了一轉 現在一塵不厭 我現在很累 我可以拖四五次地 今天清潔大功告成 我快一分 在這裡 四到六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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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音樂小演位這麼陰毒 你覺得你成不成任到這個拖櫃 我可以拖櫃 都報告和你拖LEGO 怎麼說呢 至少不會拖床 拖櫃 我們有兩盒LEGO 我打算有Studio的時候拖 我稍後拍片給大家看 他還會明白為什麼拖櫃 和他拖LEGO的那樣很累 發聲 應該可以的 沒有東西搞不定 是不是 要多久 加油 大家看到我們拖的東西都知道 我們Studio的主題是白色 因為我們家裡已經用了很多木色 我覺得Studio可以不同 但現在我拖完東西又有一個危機 我怕我很快就弄髒他們 而且再用一年半載 他就會黃 我覺得你不用怕 一定會吧 是 白色的後果就是這樣 儘量不會 OK 好棒 終於完成了第一件傢伙 行了 這是我的小書店 那我們可以用他們做第一件事 吃吧 我們每個人都常常吃東西 人家要吃三餐都很忙 對 每個人都需要努力吃 蛤 我不行了 我瘋了 你的瘋了 下一盒一盒 這麼像外貨食中菜那些 稍後繼續拖 停一停 好 下一個 很臭 不想抹個櫃 不要抹著 瘋破頭 這個天 很好 有多好 多驚辛苦 很喜歡建一個角落 建一個角落 建一個角落嗎 建一個角落 建成了一個牆壁 我們現在準備開始 拆櫃儀式 不是我們 是我們 是我 我看到這個很討厭 這個有點拆植木的技術感 適合你了 好 有太入 有太入嗎 來 有太入口 有太入口 為什麼要抹這顆東西出來 因為你那邊還有 哦 你沒有說 你沒有問 你沒有問 屎巴拿在我的手 木板在我的手 我覺得屎巴拿比較痛 我沒有想過 笑什麼 我以為你轉了 誰知道沒有 我也以為我轉了 先塗進去 試一下 笑什麼 真的 好蠢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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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出來 你們進去了 有進去嗎 有進去嗎 沒有的 有啊 是嗎 有進去 因為剛才不吃力 行了行了行了 掉了 看這條腰一定很累 我現在的條腰一定很累 我現在的條腰一定很累 都不用了明天 哈哈 哈哈 你看看你這什麼姿勢 哈哈 哈哈 認真做事的男人 哇 好聰明 我們用了整晚的時間 現在已經12點了 我們組好了 那個甲仔怪 甲仔怪用來隔開 那邊是盆 那邊是工作 然後這裡那些怪 我打算放一些香水 對 這邊主要是調香 或者其他工作上的東西 希望我不會倒 因為我小時候有甲仔怪陰影 它是怎樣想法 那我不好的 我放書上去 有一行是Harry Potter 它是Hansy Potter 哈哈 我那時候呢 我的書桌是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抱著坐 但現在後面 山來傾食 它是這樣坐 斷了 那是份木本身問題而已 除非你買實木 真的很貴 希望不要掉爛那些東西 如果它要斷掉的時候 明天過來再快清潔一次 對 我們這些紙箱全部還沒丟 看到我們沒什麼氣 對 真的有點累 很累很累 我們回來再收拾東西 拜拜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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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了 告一段落 好累 但其實呢 我們現在還說很少東西 只是 把主要的櫃買了 還有兩張桌椅 遲些大家可能看到我的影片 都可能會在這裡拍 都會看到我們的室室 越來越多東西 我也要制止我自己 繼續買東西 哈哈 我現在覺得這裡空靈靈 我就很想繼續買東西 不要 千萬不要 然後我發現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室室 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發現家裡越來越多雜物 是 然後我們那時候 剛好有空靈靈靈的 你就是有這個想法 是啊 就是這樣執策它 沒有東西放 又想放一些淋滋的東西 對 生活感好足 但是就開始嫌它多東西 我想我會把家裡 三分一的放不出來 但是又其實很想放出來 因為我們家裡沒有貨架 大家看到我全部都是 正式的木槍 我想拿我的炮卜筒過來 然後 Lego 有兩盒還沒組裝 有些組裝了 又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打算放在Studio 是我們的收藏室 那次有點蠢 我不想抹塵 所以我沒有設計到 一個擺公仔的櫃 必須要有 這邊應該會天字 讓我再想想 好 你先想想 這個Studio 由零開始的日記 我們就可以去到這裡為止 暫且告一段落 我們之前的新屋 是沒有記錄到這件事 都不需要我們下手 所以我們打算現在補回 這是我們第二個家 WIN 如果我們的頻道 在… 不知道多少月前 放了十萬訂閱 我們就拍Studio Tour 這條影片算了 無所不有奇蹟 但是現在那些人 我們的新年大素趣 清潔大圓筆 和清潔大拆膠 哈哈哈哈哈哈